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日本蘋果中的冷氣王 大家好,我是Momo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青森特選 富士蘋果 日本的蘋果在世界上很有名 台灣的大家一定不忘了 日本的蘋果品種很多 其中富士蘋果是最有名的 又大又紅 香氣又很濃 那是富士蘋果主要的特徵 所以呀 日本人很喜歡拿富士蘋果來送給 富士蘋果最有名的場地 就是青森縣 Aomori 這邊的氣候和自然條件 非常適合富士蘋果的成長 青森縣的農夫們也研發出 不用套袋子的種法 不用套袋子的蘋果 可以照到更多的陽光 所以蘋果的顏色才這麼紅 裡面的蘋果蜜也會越多 但不到袋子的話 蘋果很容易被捆蟲或小鳥攻擊 所以我們青森縣的農夫 非常非常辛苦 要非常細心的保護蘋果 才有這麼漂亮的富士蘋果 大家看看蘋果裡面的蜜 有沒有很誇張 吃起來很甜很脆又很多汁 蘋果的香味也很濃又很香 不管說你還是自己吃 都非常非常推薦喔 你們太太是跟台灣最大的水果進口商合作 精選日本各地最高級的水果 從日本產地摘下來之後 就馬上坐飛機到台灣 再從進口商 直接支付給大家 沒有經過任何的旁商 天天飛機空有進口 所以最新鮮 所以價格在統德金中最實惠 以上的介紹希望大家會喜歡 第一檔幫我們點贊和訂閱頻道喔 那有問題的就留言給我們 謝謝大家 ありがとう 掰掰